在学生 那一般的民众 就是我跟我们农场买 都买产品的朋友 他们就会这样子邀请说 我们不要只是去你们家吃一吃 那是不是可以有比较长的一个行程 公公来啊 小赞来哦 好啦听众朋友 我现在直播开了 可是我发现 因为我转了镜头了 变直的啦 听众朋友 因为今天可能大家要忍耐一下 我刚才怎么转 他都转不了痕 我头痛死了 我刚才动来动去都不行 可是呢 我们就直接开直的直播给大家看 还有生菜女王来了 大家现在看到生菜女王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有见过面了 有见过面了 而且呢 刚刚他讲到一个很好玩 他说食农教育 全部都是针对小孩 但是煮饭的 买菜的 其实不是小孩 对不对 然后呢 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新朋友 新朋友呢 就是刚刚国姓云和咖啡的黄香瑞 今天是直的哈 所以不能一口气看到两个 现在呢 要分开给大家看 然后还有 我刚刚呢 其实特别 有请我们家气质立文 来啦 给大家看一下王瑞瑶 王瑞瑶今天好委屈哦 王瑞瑶今天从头到尾都搞不定 搞不定我的镜头 还有都变得好紧张 对不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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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亭看王瑞瑶 好紧张 因为我搞不定我的镜头 我给大家看一下 嘿 胖胖的王瑞瑶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 勇闯录音室 听众朋友有没有追上 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FB 勇闯录音室 这次要来给大家讨论的 台湾最厉害的红萝卜 林林 呃 燕亭你应该认识这一家吧 认识 嗯 好 你不要讲话 哈哈哈哈 因为呢我看到燕亭 欸农夫跟农 等一下文人相亲 农夫也会相亲吗 会啦 相亲相爱哦 我讲的是相亲相爱哦 对对对 有没有看到没有 你看他有这样子的颜色的 紫的胡萝卜 这些都要给大家现场适应哈 因为老实讲这家店 这家合作农场我采访过 我采访过 我也参观过 我参观过他们家的 农场合作社啦 他们家的厂房的设备 给大家看 全台湾 我觉得我要这样讲 应该不会有人反对 全台湾最屌的红萝卜汁 还有呃 外销对不对 他们家的红萝卜也有外销 所以听众朋友 赶快上到王热瑶的超级美食家的 脸书粉丝专业 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不太一样 因为加了两盏灯 我要给大家看哦 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们的录音室 越来越帅哦 我给大家看有多帅 这是燕亭对不对 今天燕亭的脸色也变比较好 请大家看 有灯啊 再来看一下 来 湘瑞 湘瑞有没有 这么有灯 我们的现场啊 我们现场有 12345 6789 1011 12 14盏灯了 我是王热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远从南头 邀请了燕亭欧亚农场的主人 林燕亭 还他带来了他的好朋友 国姓香的云和咖啡的黄香瑞 来给大家介绍食农教育 刚刚燕亭有讲讲一半哈 他说食农教育都是针对小孩子 可是关键是在于买菜跟煮菜的人 不是小孩子 所以呢 也是因为有消费者 客人提出需求 希望能够在你们家农场多待几天 对不对 是这样的讲法吗 是 好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你怎么安排呢 安排呢 我们会第一天 就是两天一夜的行程 第一天我们会去 就是来我们农场 早上会到农场来 然后呢 到田里面去玩一玩 那现在夏天呢 可能就是去采采玉米 采采向日葵 中午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教室去 那吃我们农场啊 自制的丰盛的午餐 好 燕亭我有意见了 喂 现在在南投 在你的农场里面是几度啊 现在啊 埔里的气温啊 已经有高达35至36度 可是问题是 埔里的这个地方 给人家的感觉是很凉爽的 对不对 没错 可是今年真的是天气异常 尤其是我们埔里是一个盆地 那这个盆地呢 埔里是盆地哦 所以它才会雾这么多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市面环散嘛 那当然啦 就是说如果有下过雨的话 它的温度可以骤降10度 温差这么大 所以才可以适合种香菇 这样说对不对 香菇 埔里的物产很多啦 那当然就是今年的气候 比较特殊啊 比较热 那但是呢 来农场我们会把它着重在说 在室内的一个活动 室内活动 那他有讲说 我们在我们教室做完DIY 我们有做DIY 比如讲说之前我有介绍过 我们农场有一个花金洞 有 花金洞 有 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 那我们就会做花金洞 所以会教 会教 会教 对 蛋糕 花金洞 其实是一个像蛋糕一样 好美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 可能我们会做披萨 那就是我们当天的中餐 披萨我有吃过对不对 等一下 我要过咸派啦 我吃过咸派不是披萨 你都记得你带来什么 因为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觉得今年特别的热啦 还有就是 不知道在进行食农教育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热 而让你不想去 大家会这样认为吗 会吧 这个热我们会把它毙掉啦 就是说我刚才讲的 我们着重在室内的活动 那当然在大约是在两点多三点的时候呢 我就会带客人啊 就是去我们国庆这边 然后云河咖啡这边去喝咖啡 那时候天那个气温就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低了 好 有好多人都在跟 艳婷打招呼 都在讲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而且还有铁粉说 瑞瑶姐我来了 我今天直播没有那么快开 刚刚才开 可是我其实是想要讲一个概念 虽然我自己都在问说 会不会太热啊 会不会太热啊 可是听众朋友 你们如果去往乡下跑 你们其实做的是食农教育 难道你们希望一直待在冷气房里吗 如果待在冷气房里面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旅行 应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吧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体验 农夫的生活 艳婷你是农夫吗 你看我刚才杨瑶姐说 那个灯打那么多个 我想说灯这么亮 都把我给照黑了 我原本就已经很黑了 这样把我照得更明显嘛 因为他就是务农人的皮肤啊 对我就是那么黑 务农的人 对 净残的人 对不对 是这样讲对不对 是啊是啊 那所以一件家人 庄嫁人 庄嫁人 你可以告诉大家 真正的农夫一天的行程是什么呢 你几点起床 你做什么事 我们农夫啊 比如说我啦 我们不要说别人 我早上大概约四点就醒来了 嗯 四点多呢 因为那个天还没亮 我就开始磨磨磨 到五点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要出门了 啊 我的住家呢 离农场大约有十分钟 嗯 那到了农场的时候呢 大约就已经天亮了 嗯 已经亮了 那我就开始我一天的工作 我大约呢 中工作到差不多十点多 太阳真的很大 我会受不了 农夫也会避暑哦 我会哦 我前几天才中暑而已哦 我整个都冒冷汗 真的很热 可是 可是燕婷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的装束应该是 全部都包起来嘛 对 对不对 我会戴斗粒 包 包布巾 还有就是袖套 索套 雨鞋 这是 就是很基本的啦 可是这样还会黑哦 但是我还是很黑啊 只是我今天稍微上了一点点装啊 不要再把我晒了 等一下他上一点点装 我拍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上一点点装 林老师 林老师上了一点点装的样子 对不对 我要不然更黑 所以是全副武装 可是问题是 因为你不是 除了菜之外 你还有花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照顾 是不一样的吗 我比较初放行的 比如说现在啊 夏天 我们那些生菜啦 萝卜啦 花椰菜 因为是季节的关系 然后呢 大部分是挺重的 可能就是说 他一年只能种一次 太热对不对 你再记得那个花椰菜嘛 那个花椰菜一年就只能种一次 所以呢 现在是没有的 那我平地的地呢 要干嘛 就是要做轮庚 嗯 要做轮座 什么东西要轮庚 就是说 我之前都是种花椰菜啦 种一些乌具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夏天呢 我就要做轮座 就要种其他不一样的作物 是什么 夏天什么可以耐热 就像说玉米啦 玉米笋啦 玉米会耐热 我种向日葵也是一种绿菲嘛 然后呢 向日葵又可以观赏 来的话 采向日葵是免费啦 就可以带走 向日葵是免费喔 免费 你们家向日葵 会不会长到 可以取 可以取葵瓜子喔 可以 可以对不对 那个很大 就比我的脸还要大 好 那个葵花 大家有看到向日葵 长得比脸还大 然后可以采葵瓜子吗 听众朋友 有没有看过 我有一年在花莲看 我吓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我才知道原来是长这样 休息一下再回来 呃 广告的时候没有停喔 休息了一下再回来 广告没有停 听众朋友 今天王若瑶 现在都还在处于惊慌之中 因为呢 今天的镜头呢 呃 跟之前大家看到的不一样了 我其实很担心 FB秀出来的镜头很丑 等我一下 哦 还好还好 哦 我好紧张喔 来 我点进去给大家看 因为呢 为什么我说很紧张 因为有一段时间 FB呢 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 如果是打直的话 他会 他会 镜头缩小 对 对不对 就他会变形 害我刚才好紧张 结果没有 没有 所以听众朋友 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呃 雁霆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美食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只烤鸡 我要远一点哈 因为已经打直了 横的就拍得进去 哈 因为打直了要远一点 有没有看到 今天呢 我们刚刚除了介绍农 呃 农场的主人 就是农夫的一日行程之外呢 今天呢 也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在今年做的 食农夏令营 对不对 你的名字是这样子吗 对 食农夏令营里面的一些商品跟美食 看呢 新型的特拉米苏 再配上有新型杯子的咖啡 杯的咖啡 你们有看到吗 我刚刚就发现 这个杯子也很新型 这里有好多新 四个新 对不对 来给大家介绍 好不好 然后等一下哈 我们来请那个 因为现在是广告的时候 要怎么报名啦 因为居然已经有听众朋友说 他想要报名 还没有介绍 还没有讲 你就想要报名 你就喜欢林彦庭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就是喜欢林老师才会讲 怎么报名 怎么报名哈 打电话到农场 十个人以上 我们就成型了 嗯 十个人 所以你不是做小团 对不对 对 十个人 十个人也算是小团的啦 不是啦 而且十个人哦 等于是全家大小就可以啦 我们很适合全家大小啊 老老少少的一种旅游嘛 嗯 对啊 奇怪 为什么有人留言写蔡老板来参考哦 这是一个优质的好节目 蔡老板是谁啊 蔡老板 蔡老板 张欣宇蔡老板是谁 蔡老板也是广播公司 还是什么 蔡老板来哦 对啊 今天我们其实在带大家出去走走 超级美食家暑假的时候会多带大家出去走走 呃 我们除了会邀请旅游记者之外 也会邀请像今天农场的主人 我们也会邀请 那天邀请了乌来 乌来温泉的 乌来温泉协会的理事长 大家都出去走走 好不好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嗯 糟糕了 今天王润瑶喉咙有一点紧紧 因为前两天讲话讲太多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王润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就知道两天前保师傅有开课 保师傅开课很紧张 所以害我喉咙都喊哑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燕廷欧亚农场的主人 李燕廷 还有带来她的好朋友 国姓云和咖啡的黄香瑞 给大家看一下美女在这边stand by 美女你要等一下哦 因为今天的镜头打直了 只能塞得下燕廷还有瑞瑶姐一半而已 如果要塞下王瑞瑶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在暑假才有开的食农教育营 而且呢也跟大家聊聊 农场的农夫到底一天在忙什么 可是燕廷你刚才讲说你们家有种菜 然后呢比如说你们家的菜园要轮作 可是我其实更关心的是你们家的食用花卉 食用花卉相对于蔬菜来讲会不会更难栽种啊 像我们冬天的时候 我可以高达13种花 那现在夏天 夏天的话就只剩下八九种而已 所以花也怕热 其实植物很怕热 对有一些属性啊 它比较适合生长的地方 比如说像那个香茸 香茸的话它就冬天 那夏天呢就换夏茸 那等于讲说香茸在冬天到热的时候 到五六月它就已经全部死亡 可是问题是你在种的是食用花卉 比如说花开的时候可以预期吗 大家知道花朵很小 食用花卉都很小 所以你摘花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都在幻想啊 就是你摘花的时候会不会很忙 赶快花要卸了 快点摘下来 是这样吗 几点的时候摘花 人家我就请说你到我们埔里去看一下 他都要我体验 体验你 就我关我讲你就是体验不出来吧 是几点要摘 越早越好 所以你会带灯摘花吗 不不不会了 不会了没有那么严重啊 因为我有看过温泉 比如说高丽菜带着那个夜灯摘花哦 他是要盘菜因为他砍了太多 他开很砍很多 所以他必须要在半夜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始工作 那因为又要送到台北 所以那个时间上的话 他在晚上也比较舒服 比较凉 那所以花是怎么回事 花我在早上的时候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 我五点多我就已经下田了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先采花 采到哪时候采到大概六点多七点 太阳已经上升了 温度就升高 那我就要赶快把花送回去 这是在农场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花先采好 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因为高温啊 或是太阳晒啦 还有就是你们在摘这种食用花卉的时候 是你要蹲下来吗 还是他都已经高价 没有没有 有的长得比较高 有的是趴在地上 那不适合我啦 我肚子的这个五花肉蹲不下去啊 那我以后把它采高串 好不好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有一年有去西班牙看翻红花 翻红花是全世界最贵的香料 他们即使要摘翻红花的花蕊 都像是那个有一个名画叫石碎 有没有 大家都要弯腰 而且是很弯腰 因为他就是贴在土上 土地就只有就土地上长一朵花啦 我讲白就是这样子啦 他也不是什么高净的花都不是 就要这样子摘哦 所以你也类似是这样子的工作对不对 对大部分的话都是要在地面上 他长得比较矮 那大概就是离地面大约 最高也差不多30公分这么高 我会腰在比较 然后呢 然后呢 比较高的大概有会有一个人高 的高度 像繁星花啦 或是像蝶豆花呢 他就爬腾的 可能我们就站着采就好 那其他的花呢 他就是属于草花 草花呢 当然他就长得比较矮 所以我就要蹲着这样子采 所以很快速的采完之后就要赶快回农场 然后把这些花送出来 因为你们家在南投嘛 对不对 送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是早上要采花 那其他的呢 可能就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呢 采香草啦 或是砍其他的菜 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呢 是施肥啦 或是说要去除草 下午的时间呢 我们大概就是在整理货 就是要整理栽配的货啦 客人的订单嘛 那到傍晚的时候 15点 在这边呢 黑猫在这边 他就会跟我们收走 隔天中午就会到 隔天中午到 对 所以我今天 24小时 对啊 我今天做的行程 就是明天的成果 就会送到客人的手上 其实我认识农夫的生活 我不能讲认识啦 因为我也没有从来跟农夫 睡过一天或两天 这样讲好奇怪 比如说我没有去过农舍 我没有住在农舍 农场对不起 我怎么想跟农夫睡在一起 这很习惯 没关系 你可以睡 跟我睡在一起 对对对 就比如说 我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行程 可是因为我有看一日三餐 农场其实种在管理 就除了你会种东西之外 其实关键是在管理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有曾经看过秋葵 长得跟香蕉一样大 听众朋友 你们有看过秋葵 跟香蕉一样长吗 那都老扣扣不能吃了 有些植物其实不等人的 他天天要采 不等的 就像说我现在目前 也是在采秋葵 好那秋葵呢 他虽然说他的营养价值很高 可是呢 他真的很麻烦一件事情 我是那个毛毛虫很多 秋葵自己都长那么多毛了 毛毛虫怎么才喜欢秋葵啊 蹭来蹭去 尤其是那种黄黄的那种 比较毒一点的 那所以呢 一采下来 我全身发痒 会痒 会痒 那我就要开始打散啊 躲啊 所以说有一些防腹 但是还是会 那秋葵用药多吗 我就是没有用药啊 才会出现那么痛 那么多的那个毛毛虫 我本来想问坊间用药多吗 因为秋葵很多人都 青菜碎碎碎 我三三的就吃 基本上我们家一定没有用药 这个不讲还不知道 好了我们要留一点时间 等一下有听众朋友说 曾经查询过欧亚农场的食用花卉 可是你们现在就有概念了吧 冬天的食用花卉多 夏天的食用花卉少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这位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 她是国姓云和咖啡 黄香瑞老板娘 老板娘 你这些咖啡是装饰品 还是我可以喝 都可以喝的 都可以喝 对 聊一下你们家的咖啡 我们的咖啡 是921之后 我们就是 原先我就是在卖咖啡的 921因为我们的山 有些部分 所以说就必须要再找一个 比较可以维持我们生计的 作物来种 后来我爸爸就想说 那我们 那时候骨坑咖啡也很盛行 我有朋友种 我们喝了结果 觉得台湾咖啡真的也不输给 进口的咖啡 所以我们就开始种了 老板娘你好紧张 这杯咖啡给你 一杯咖啡给燕婷 大家放心手来聊天 所以换句话讲 之前你们不是种咖啡 对 其实是因为921之后 要转型 所以才开始种咖啡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跟大家聊 国庆适不适合种咖啡 咖啡好不好喝 休息一下 我来 好了 公告时间 要快讲 那个夏令营的事 因为夏令营 刚才其实有讲到说 要食人成团 对 然后呢 等于是在你的农场住一天 民宿 民宿 在民宿中住一天 所以要播两天一夜的时间 对对对 而且其实十个人里面也可以有小孩子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然后怎么收费 四千块之内搞定 四千块之内搞定 包括到了你的农场 其实是以到你农场为主 对不对 不是 我们讲那个行程 农场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是去喝咖啡 喝咖啡 然后回埔里呢 吃晚餐 回埔里吃晚餐 再来呢 就是住宿 那如果说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可以住民宿 那是全新的 要不然呢 就是要去 就直接上五届 露营 五届 五届露营 对 五届 五届还可以看贵丁老五届 对啊 那个去五届 有一个茶园 这个洪老板他也很好 他愿意分享他的茶园 就是开放露营 你这是在地人 你等于把你的好朋友都拿出来 做一个行程哦 对啊 这是林燕廷的好朋友行程 好朋友行程 这是林燕廷 这是林燕廷 不常诗的行程 这是林燕廷的南投好朋友行程 真的还假的 你这样子玩 对 然后呢 可能就是住民宿 要不然呢 就是去 那个五届的茶山 茶园去露营 有两种选择 还有听众朋友 愿意是十个人成团啊 住民宿跟住营区都很好玩 都很好玩 因为是十个人 不是两个人 不用亲亲我我 我们一天只有接一团哦 不会有其他的人 所以说 这个是专属的 等一下 所以暑假 现在已经满了吗 礼拜六礼拜天 应该都被订走 我们不太接礼拜天 所以是礼拜天 就是在平日 一到六 一到五 一到六都OK 还有就是 因为燕廷 你还是个农夫啦 他不能只带着你们 你知道放着满坑满谷的菜不管 对不对 我们家有一群 嗷嗷代哺 所以等于是到了五届之后 你知道再去做 然后什么时候回 隔天嘛 就是我们是不是说住完民宿 隔天早上 如果可以爬了起来 勉强自己 四点多就要起床 然后呢 我们会有小客车 就是那个小八 七人坐 九人坐的那一种 然后直接载到五届去 看云海或日出 五届一定要去 五届是一个部落 而且五届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柜丁基 为了要扶植五届的婆婆妈妈 老人家 他把柜丁基丢在五届 让他们变成另外一种商品 好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生菜女王 南投雁廷欧亚农场的主人 林雁廷 来跟大家介绍 他们今年暑假 算是第一次推出的 食农教育的夏令营 我们刚才在直播广告的时候 其实有聊掉 整个夏令营的整个行程 一个人 等一下我们公开不能讲价钱 我们讲一个模糊的价钱 好不好 等于是五千元以内有找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一个人 对 然后食人成团 然后呢 我刚刚听到 雁廷公布的这个行程 等于是林雁廷 把他在南投的好朋友 全部出卖了 不是只有待在农场里面 不是只有待在农场里面 雁廷 你再快速再介绍 两天一夜的行程 到底要去哪里 两天一夜的行程 第一天呢 就是到农场 然后呢 吃完中餐之后呢 带傍晚的时候 带到国庆云和咖啡 喝咖啡 采咖啡豆 这杯 对 就是这杯 还有采咖啡豆的时候 可以一边偷采一边偷吃 不用偷 可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采 我可以变猴子吗 猴子不是都偷吃 然后 嗯嗯 那呢 喝完咖啡之后呢 我们就回普里 或者说可以选择住普里的民宿 或是到我们的五界 一个茶园 洪文大哥那边的茶园去露营 那早上呢 直接可以看云海跟日出 一定要哦 如果住民宿的话呢 早上四点就要起床 在夏天 不用一定要 你强迫他们就是了 因为太难得了 不能赖床 然后就直接开到五界 去看日出跟云海 中午呢 在那边吃圆明餐 那圆明餐呢 也有两个选择 是要看 是要吃桌菜 还是要做烤肉 都OK 没有一个摇篮烤肉 还真的蛮爱那个摇篮烤肉 很特殊 而且十个人都是你们自家人 大来讨论 重点是我们一次只有接一团 一天只有一团 对 只有一天只有一团 因为这种事情是要比较精致型 然后要有一个质感 我们不要坐得像游览车这样 我觉得关键在于 精致跟质感的问题是 客人要懂得问问题 然后呢 接待的人要大方回答问题 不要这样傻傻的 好像鸭子一样 被人家赶到这边吃吃东西 然后又被人家赶到那边吃吃东西 那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要不断的发问 对 我希望的是 刚刚为什么说我们题目要设在食农啊 这就是食农的意义 你今天不是来我们这边玩一玩 然后吃一吃就没事了 对 我想说你可以从我们的食材里面去了解食材 还有我们运用食材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香草 如何做出这只烤鸡 来哦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他其实有带美食来哦 等一下带了美食来之后 我怎么发现你眼前有好多漂亮的石头 当然当然 我忽然间看到手上怎么有这个 我们先来看鸡 先来看鸡 先来看鸡 来哦 来看烤鸡哦 这只烤鸡好重哦 而且呢 其实这只烤鸡 刚刚就距离王瑞瑶好近哦 这只烤鸡有很浓很浓的是迷迭香吗 没错 这是什么鸡 这是我们 我们家的棒参加 那个早第二名 超级美食家的朋友好爱吃哦 我讲说有鸡哦 直播在线人数就上来了 大家其实都要看食物对不对 你们都不想看生菜女王黑黑的皮肤哦 你们都只想看这只烤鸡 你说这是你们家的放山鸡 放山鸡 我拿起来怎么那么重啊 是盘子重吗 还是鸡本身很重 这只大约有三公斤 三公斤重 你把它烤得好美哦 这个 这个我自己烤吗 这个是我自己烤 早上烤的哦 不是啦 我说我参加了 你的下令 你会让我自己烤吗 会 会让你们做 害怕他被我抢走 我现在看 来我们肚子里面哦 就是有 鸡肚子不是我的肚子 等一下你就抽出来 整个迷迭香耶 对 那我整身后 把它涂了迷迭香 还有香草 那就是这是迷迷迭香的烤鸡 那可能我们如果说想要自己动手做的话 也可以用用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摇篮的烤鸡 有没有 什么叫做摇篮烤鸡 摇篮哦 那个摇篮就是一个炉 会摇 对 上面的篮子会摇 那那个摇 那个铁网子会摇 然后在铁网上面就放着肉 所以很均匀啊 我不要自己摇 不用 我不用自己转 他是左右上下 这样子摇晃 他是这样摇晃 这是谁发明的怎么那么厉害 对 我觉得是还蛮有才的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时候 有才有才 我就是爱上了那样子的摇篮烤肉 所以叫做摇篮烤鸡摇篮烤肉 对 对不对 对 好 燕婷你教大家这只鸡如果 好啦 虽然叫你们要去农场里烤 可是这只鸡在家里可以执行吗 可以 还是说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鸡 因为或许大家会问说 啊 有跑山的跟没有跑山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 肉质有什么不一样 好跟坏呢 当然啊 就像说刚才讲的说 五届那边有桂丁鸡嘛 为什么要去五届 因为他就是要放山 嗯 让他有运动 普通的桂丁鸡 直接放到不一样的环境 去养出更肥更大的鸡 对不对 他或许他不会肥 他就变成肉很结实 运动 健将 我今天忘了戴手套 没关系我们就是五爪下山 你不要戴手套了 等一下 哎 你是肚子饿了吗 燕婷 我还在拍照 我还在拍照 他就一直想要帮我把这只鸡 不是 旁边的人都肚子饿了 我很会 肚子饿了 我们先把东西讲完 我们最后一段 再撕鸡给大家看 因为这只鸡 好香 闻起来 而且其实里面 迷迭香也是你们自己的 对 就是说运用农场生产的一些食材 然后做出料理 要烤多久 告诉大家怎么做 从头到尾 这个烤一个小时而已 好好烤好漂亮哦 那要分两段是 你如果说用我们的烤箱 就是那个可以烤全鸡的烤箱 上面一定要放洗脖子 洗脖子 免得他炒黑刀啦 对对对 先盖一下 他没炒黑刀哦 好漂亮的这个金黄色泽 这个其实就像是阳光 阳光对不对 然后呢 盖上起脖子 然后烤一个小时 要做什么样的钳制 素盐 素盐 我其实在我之前出的两本书里面 都有介绍他的食谱 他的配方 一碟香烤鸡 是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好去买一本我的书 好 最好去买一本他的书 而且老实讲 烤鸡 要有一个环境条件啦 就我们刚才在讲说 他们家自己烤的 然后呢 燕婷呢 自己还有线采的迷迭香 这些元素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没错 好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等一下请咖啡姑娘的讲话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了 来 燕婷你带来的这是什么 这不是咖啡 不是 这个是马告 其实我原本是想说 要带一些 马告在哪里 在哪里 有出现 今天没有吗 没有没有 这是属于 我在讲的 这个是那个原住民的 那个美食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去 五届的时候 不是要去吃 原民餐吗 那他里面有很多的食材 就比较属于说 原住民他常用的 除了这个马告以外 还有一个叫树豆 树豆 对 树豆他们不是讲说是给男生吃了会病病狗 你看我女生还讲到病病狗 很好笑 不是拉肚子 对啊 因为他们其实有赋予一些功能性 有四餐嘛 对啊 女生也一样 女生吃了会病狗 他讲到树豆都很好笑 很好笑的讲法 对 好 然后呢 他除了带树豆之外呢 等一下还有 几颗石头 等一下 天哪里书都没讲 天哪里书都没讲哦 大家看哦 等一下有人问你书名是什么 你们没有读那本书哦 那本书其实很好读耶 两本书 一本是生菜女王的自然那个自然农场到米其林餐厅 好 那是第一本 那第二本我自己读读写的是花料理是去年出的那一本花料理的书 你们用生菜女王去做搜寻 对 生菜女王去搜寻就会出现 然后我现在现场给大家看到的是新型的提拉米苏 我的提拉米苏滑打了 听众朋友我差一点就回了 我差一点提拉米苏要跟烤鸡在一起吃耶 好惊恐哦 好惊恐哦 因为太high了要给大家看新型哦 浪漫的新型的提拉米苏 对不对 对对对 吓了一身冷汗了 不能不吃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 因为我们今天带了咖啡 当然要配提拉米苏 好啊 我们等一下先把一段时间 先留在国姓云和咖啡的黄香瑞 好不好 你看有人还留一段 吓死他了 我们让黄香瑞来讲一下 国姓的咖啡好喝在哪里 还是他们家烤焙的方式不一样 他一定要讲出云和咖啡的独特性 为什么 否则的话 为什么燕亭那么多咖啡好朋友会介绍这家呢 来 因为我们是在 等一下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食农夏令营 开营的人呢 开营 我都讲开营 开营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直播 我们所召到的这位 雁廷欧亚农场的主人林雁廷 他今天呢 还在现场带来了 他非常招牌 如果你参加了这个食农夏令营 就会吃到的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迷迭香烤鸡 烤得真好 然后呢 还有提拉米苏 新型的提拉米苏 刚刚这个新型的提拉米苏差点要跌倒了 有听众朋友追上直播都吓坏了 怕提拉米苏会跌到烤鸡上面 刚刚其实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有介绍原住民的香料 这个原住民的马告 马告其实味道很浓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 可是呢 讲到提拉米苏就不能不能没有饮料 就不能没有讲到这一次呢 雁廷呢 把他的在南投的所有的好朋友 全部都弄成一个食农 食农夏令营的一个行程 其中有一个就是国性云和咖啡的黄香锐 你们家本来也是种田的对不对 对 然后变成咖啡 因为我们原来原本都是槟榔园 因为槟榔园就是 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崩坏嘛 山上 结果后来就是经济也一定要找一个作物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开始种冰 种咖啡这样子 继续种槟榔不行吗 不行 因为现在政府也是想应政府政策 而且也关心到国人的健康 所以我们还是找一个比较健康 比较是比较大众化的作物 作物 对 作物 没关系你说台语也不可以 你敢说不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 等一下为什么不行 我们这里有好多贵宾全程都是台语 还有全程日语 还有全程译语 还有全程英文 你为什么也会 正咖啡 正咖啡我是没关系 对啊 所以我们都不会给他压力 对啊 对啊 之后他再来你知道不用怕 可是问题是种咖啡一开始就很容易吗 有吗 你们有遇到困难吗 还是说在烘焙咖啡 你今天带来的咖啡 我现在在喝 你现在这个是浅焙的咖啡 很香 很香 听众朋友 其实这咖啡已经冷透了哈 可是这咖啡喝起来非常香 而且这咖啡喝起来没有口渴的感觉 我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有的咖啡喝起来好口渴哦 对不对 你们一开始有遇到困难吗 就比如说在做咖啡这个作物 一开始的时候是 台义啦 在在蒸的时候 因为就是 因为我要台湾国语这样子讲 就是在种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 种植的原因 所以到了第三年开始量产了 量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卖了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 咖啡怎么可能量产 我记得咖啡是七年才成熟啊 我们是那个买那个苗的时候就买四年 四年 哎 我 mesure 我很厉害 哎 厉害厉害厉害 没有办法框我 所以已经买了陈数了 类似像这样意思 对不对 他就可以采收了 可以开始采收 的时候数量当然是还不多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那时候没有通路 所以说就是早两三年的时候 就是在烦恼这个通路的问题 阿姨哥是谁教你们炒咖啡 你们不可能卖生豆吗 不扣颖啊 你们一定要炒就烤焙 就炒过烘焙之后 它才有提高经济价值啊 不是吗 等一下你今天有带你们家的咖啡的外包装吗 有 好来你不要离开啦 我现在对着你 你继续讲啊 所以说我们 通路头很痛 第一个是通路 在后来就是 因为烘焙 因为我有一个配合的 因为我卖咖啡 我们种咖啡到卖咖啡的时间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我有一位好朋友 他就是在专门在烘焙咖啡 所以都是他在帮我烘焙 你的品牌叫做农场咖啡 国姓小农场咖啡 所以你算是咖啡界里面的小学生 对 我这样说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后来才 开始就是在贩售了有一个成果以后 糟糕我们的咖啡开始有一些病虫害了 所以说我们这几年都是 就是有时候必须要牺牲把那个咖啡 全部砍掉 让它重生的话 这样子会 等一下 香蓝我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直接就把它打断了 因为它好紧张 我先让它休息 你先喝一口咖啡 为什么要标榜百分之百 国姓咖啡产地的认证标章 就比如说国姓咖啡有这么厉害吗 如果今天大家知道 就比如说大家爱喝咖啡的 你如果标示百分之百 阿里山产地 搞不好有意义 对不对 大家知道阿里山的咖啡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盛名 对不对 有一点小小小富盛名 那所以百分之百的国姓香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 必须要有经过373样检验 合格 我们才会有这个 全国唯一的产地标章 现在看这个就是 我们的产地标章 所以你也怕咖啡有毒 对 客人也怕对不对 是啊 因为在槟榔原树下 有的人都会想 以前的槟榔 有的是会喷尿 所以说必须要 零检出 我们才能够取得我们这个 国姓的产地证明 认证 这个认证是由我们 相公所 必须要我们就是采收完以后 我们的生豆有 多少 然后必须要承报 每一颗都被掌握 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们烘焙的数量 这一次像我们一个星期 烘焙一次 在烘焙一次的时候 那个国姓的 公所的人员就必须要来我们 这里帮我们贴标签 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贴的 管这个严 对 所以说对消费者来讲 这样子是非常安心的 我要给大家看 这个国姓咖啡 而且是百分之百标榜 国姓咖啡产地的标章人 这里面有序号 有验证码 对不对 对 所以可以追得上 对 他突然刚刚香瑞 讲的这样子 很激动的时候 我赶快再偷喝一口 原来这个咖啡这么安全 对 这件事很重要 对不对 大家会不会很担心 有混斗的问题 还是说 你知道这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就是 因为我原先 我是在卖咖啡的 所以说我们咖啡馆 我是在国姓交流道下 国姓驿站 里面卖我们这个咖啡 我们当时 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担心说 我们国姓咖啡 去混到进口洞 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 因为我们一间咖啡馆 不会就只卖一种咖啡 像我们到国外 也是会喝到 比如说曼特宁 南山 都是不同产地的咖啡 我是想说 让客人有多元化的选择 不过我们的国姓精品咖啡 一定是摆在第一位 因为要比较 才知道 我们国姓咖啡的好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就等于是要比较 大家才会认识 才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 他们家开咖啡馆 只卖一种咖啡 它的选择性也还是很多 不过这个百分之百 国姓咖啡产地认证标章 这个其实最起码 有一个安全的想法 是不是 非常安全 而且是在地的咖啡 而且我们是绝对 就是我们 就是照我们的menu 上面所标示的 国姓咖啡 我们绝对不会去 摻到一颗进口的豆子 这样子 好 没问题 可是不一定国姓咖啡 全世界最棒 不一定 可是听众朋友可以试 可以喝 对不对 可是那个新鲜度是 进口咖啡 你看他笑得好开心 就是赢在最亲 好了 燕婷 燕婷今天带来了好多石头 这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拍石头也会扫到烤鸡哦 听众朋友看到会很嗨 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这个叫做龙文石 龙文石 这龙文石 那龙文石呢 在台湾的产地只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宜兰的清水溪 一个是南投的浊水溪 我们的时间到了 对不起燕婷 你要在直播的时候继续说 后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高雄的老农溪 那这个石头 这个是原石 这是还没有磨过的 你现在手上拿了 这个是原石 它是一种铜子 里面有很多的铜 等一下 你说这个石头的原石是这样 然后把它打磨过之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花纹哦 大家看一下 这是金属啊 亮亮的这个叫金属 我刚刚以为 我远远的看 我说你这个好好玩哦 你这个项链 居然跟金属 你知道就是有合在一起 结果不是 是金属是在里面 对 金属不是贴上去的 不是 是 你看到没有 它是藏在石头里面 金属不是贴上去的 不是哦 龙文石 你再给我 金属比较清楚的 你看听众朋友看到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们 你们为什么会跟这个 跟这个有关 这一面是金属 有看到吗 听众有看到吗 有什么跟你们有相关 跟我们相关 这个是在五届 就比如讲说 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产地是在 南头的左水溪 对 那它整个矿脉 是就是在沿着我们的玉山 玉山的玉山山脉 那因为哦 之前都有这个矿脉 它可以采收到 很大的一个龙文石 可是呢 可是呢 因为我们九二地震之后 它整个走山 那个麦啊 这个矿麦就断了 所以说现在只能捡到 这个淋淋散散的 或是说还去到 你说本来是很大一块 对对对 会很大 那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或是说 可能要再到 比较深山的地方 才可以采集的到 可是燕婷你这样子讲出来 大家会不会 采 会不会把它采 采到没有 好紧张哦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量了啦 我所以说 我说好怕 对 这个好像台湾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去看 这个好台湾哦 有没有 这根本就是一个台湾 对 根本就是一个台湾 这个 其实我们 国家并没有进采 也没有去开采 因为它的量太少 太少了 对 那我们去的话呢 就可能就是剪剪小石头 可以啦 给大家秀一下啦 对 这个就是我剪的 小小的石头 其实这小石头 可以看到到 亮亮的金属 有有有 看得到 它会发亮 那就是 这个是还没有研磨过的 那在我们五届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石头 这是我们的盛产啦 那品质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已经 没有那样子的矿麦了啦 还有啦 我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讲 看看就好了啦 你知道留在当地啦 看看就好了啦 因为呢 你带回去 即使是原石 你也不会打磨啊 这个其实都是 就是留下来给天然的环境 它本来在哪里就留下来啦 垃圾记得带走啦 垃圾记得带走 带走的只有垃圾 好吗 不要给人家随便拿东西啦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当地啦 就我们讲介绍五届 它的一种物产 那当然五届的物产也有很多 比如说它那个是一个原民部落 那也有茶啦 也有很多的山产 那最主要是我们要去体会一下那样子的一个云 云海啦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待到傍晚啦 或者那边录影的时候 或是清晨 你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 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资产啦 对呀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走出去 你认识了很多东西 而不是待在家里看电视啦 对不对 就是出去一定要 那你可能会问到我说 为什么这个有关系到十楼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比如说我们去找原住民他常用的一个香料 那他有很多的吃法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改良 那当然比如说 问一下我们现在直播上面的 有没有吃过原住民的腌肉 有 生生 生生好 是不是对吧 对 我说腌的 而且还有可以生食哦 它是生食 生生哦 那生食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彦婷一定觉得什么东西完了都可以回答 好无聊 不会 这叫共鸣 这叫共鸣 我知道啦 你知道哦 大家 说不定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 这个腌肉啊 如果说在 我已经在山上已经混了很多年 混了很多年 那我跟这些原住民的朋友啊 我是来者不拒啦 比如说他会有腌肉啦 会有腌鱼啊 其实都是吃生的 对 我都有吃过 我也有吃过 那这个肉啊 这个腌肉是猪肉 可是呢 坦白讲 是肥的可以咬 咬得烂 那个瘦肉的部分 可能从山上咬到平地 一个多小时 他也咬不上 口香糖 口香糖 那但是呢 我们就把它改 改什么 我们就把它改成了一个 类似火锅 汤类 它跟一些蔬菜 就比如说 它本来是来自原住民的食材 可是它不一定接地气 不能讲接地气 就是它很接地气 可是呢 它不一定符合一般人的口味 对不对 所以需要一个转折的方式来做 这样说对不 好啦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因为燕婷呢 还有老板娘 要跟我们再录第二集 因为她好不容易才从南投上来 所以一定要压着她 再讲第二集 给大家继续分享 所以燕婷先跟大家 拜拜 拜拜 各位朋友拜拜 来 欢迎到国庆丸 欢迎到国庆丸 我其实也应该要去了 只是因为太热了 还有我前一阵子太忙了 好啦 该晚了也要讲拜拜 我最后一点 拜拜 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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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